聽說你在南蘇丹做過無國界醫生 是的,南蘇丹政局很不穩定 有外戰,內戰也很頻繁 別說外科 連最基本的醫療服務也沒有 這個母子琴 是我一個五歲的病人送給我的 她有心流,在醫院住了很久 在手術之後 她說要用她擁有的74隻牛向我求婚 因為當地人的身家是用牛來計算 當地人對女士們的標準 只要看她們有多高 她們一般也有1.8米 所以我這些已經算是矮的 如果真的要結婚的話 起碼要用50至100隻牛來做嫁妝 所以這個小朋友向我求婚 竟然反過來送了74隻牛給我 我簡直是身家保障 那你有答應她嗎? 當然沒有,不過現在回想 覺得有點後悔拒絕了她 婚就結不成了 不過她就送了這個 超美超美的母子琴給我 人生第一次被人求婚 第一次收到定情信物 那時候我有一個病患 她五歲從來沒出過街 所以我答應了她 手術之後我就會帶她去看星 手術很成功 但因為有個緊急手術 就要過去隔壁村 誰知道趕快回去,我才知道 原來她全家被炸彈炸死了 我好想自己生出一個小朋友 我很想跟她分享這個世界美麗的事 我不是任性,我不是衝動 我…我真的想得很清楚 我有信心 我一定可以給我幸福的小朋友 令她看到這個世界美麗的一面 好嗎? 漂亮嗎? 她的樣子這麼怪? 不是呀,我覺得她很英俊 像金秀賢一樣的感覺 這種樣子,要不是整個用 以前就找應用程式收拾過 這個人是誰? 是你那個交友的應用程式熟悉的 她約了我今晚吃飯 你載我吧 不相信我 她做什麼? 是經理人 經理人? 每天躲在家裡玩遊戲 那些是經理人的 那張照片這麼假,然後被人困 真身隨時七老八十的 不是呀,她三十歲而已 二十五年後 什麼? 你真的認不出? 就是你弟弟燕仔 難怪真的有些金秀賢的感覺 原來像我 今晚約了他們吃飯 好,下班也載你吧 太好了 你還要買這麼多東西嗎? 現在還要上倉嗎? 我答應了駱駱賣給他們的 你嫌重,拿回來 行…我拿給你 我拿給你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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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在超市裡多買些黑莓朱火腿 你拿去吧 他們也不能吃 你自己慢慢吃吧 那好吧,謝謝 跟房套套套再見 跟伯父再見 跟伯父再見 好,再見 跟家欣再見 再見 可以吃飯嗎? 你…打蒜卷嗎? 我炒完菜就可以了 湯都煲好 你們先肚子喝著湯吧 其實他們吃東西也不信嘴鵰 終點姐姐煮的東西他們都會吃光 反而他們習慣了每晚都聽我說故事 聽小晚都不行 你有沒有煮東西不好吃 他們的腎有事我不敢這麼濃郁 你嫌淡的,怎麼嘗嘗 你有機會遇到對的人 我也不會阻礙你幸福 不過我就一定不會讓我弟妹 拍大過做爸爸 你說剛才那個 他是學校的家長 他們跟馮家欣好朋友 又剛好放學一起去畫畫斑 馮三信也聽到我們 駱駱說 吳家欣的媽媽就不在了 那又怎麼樣? 我真的沒有阻礙你 我也知道我爸爸不在這麼久 你又這麼年輕 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 因為我跟你爸爸相差三十歲 你覺得我是為了他的錢 才跟他結婚的嘛 但是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爸爸臨死的時候 那幫泥韓全節剩下多少錢? 剩下十幾萬退休金而已 如果我貪錢,我找他有米的了 我沒說你貪 那你是這個意思? 我們今天要來吃幾萬塊 沒吃幾萬塊 我們每天晚上要吃一會 那天晚上說得失實 可以是為何變得好吃 吃東西吧 你睡了嗎? 還在洗肚子 阿謙, 你真聰明 平時整個鐘頭我還沒談到他們睡 謝謝你 謝謝你給我機會 我遇到如何照顧小朋友走陣 我倒杯冰箱給你 不用了 行了 走了? 不用了, 我打電話 怎麼了? 因為我覺得你今晚很醜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